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在安然空间也是偶偶的频道那边有做过很多次来宾 就是跟大家聊很多有关生活上的事情 用灵性的角度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这样子 然后那也是因缘机会下想说就开一下自己的节目这样子 然后那既然是第一集呢我就来谈谈看什么叫做身心灵 这个题目呢应该之前可能在别的地方也有谈论过 那如果你有看过我的书可能也有看过 就是里面其实写的蛮清楚的 那当然直接用嘴巴讲还是不太一样啦 那当然之前可能在欧欧的安然空间有讲过一些不同的题目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啊或者是这边如果之后呢 可能也会讲类似的或是相关的应该就是会 再探讨一次反正每次讲的都不一样嘛 对啊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听听看 大概就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谈一下什么叫做身心灵疗愈 因为呢曹操其实做这个工作呢每次要跟人家说 诶你是做什么都说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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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其实有点难以解释 因为这种东西真的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出来的 比如说哦我是身心灵能量疗愈的做这个的 然后嗯嗯好就是似懂非懂他这样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解释 而且人家也不一定想听 但是呢因为既然我们在接触身心灵或是你有兴趣想接触身心灵 那我们总是要了解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吧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先来分别来讨论一下 第一个身的部分 身的部分呢就是曹操来说曹操就把它归纳于我们的身体 对不对 那如果在中医的部分现在就讲说你的疾病 对不对好那其实就是你的那个身体 你可以感觉到戳摸得到实际上看得到 或是这样体验经验这些事情 就是身体对不对 好我们说现在你的健康状况这是最直接的 那曹操呢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把我们就是 人生际遇就是我们遇到的事情这个部分也是归纳在这里 对就是你遇到这些事情 反正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物质层面的事情 就是实际上你感受得到显现的出来的 所有的人几乎应该所以说所有的都感觉得到的这个部分 OK好那就是身的部分就是最具体的 然后心呢心是什么呢 我们就在这边呢就会探讨他就是你的内在情绪感觉思想思考 这些东西 然后如果你用中医来讲可能就是比较接近于情智这个部分 然后此外呢 草草也会把潜意识就是你内在的另外一面那个部分 也归在这里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就有看紧张焦虑啊恐惧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归纳在这个部分 就是你的内在内心的部分 好那灵呢 其实呢在身心里面讲的灵呢 指的是灵魂 那当然现在虽然呢我们普遍对于整体的就是整体健康呢 其实就有一个比较 概括性的了解是说 其实身跟心会互相影响 这我们现在都知道嘛 对不对 比如说你比较容易紧张啊焦虑 可能胃部通常都不太好 然后或者是说你 比如说常常觉得 心情郁闷啊 欲足的抵抗力也会比较低下 这个其实大家现在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疑惑 都觉得这很正常啊 所以本来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其实虽然我们还是会谈到心灵心灵 可是其实呢 心灵大概一般人在谈到疼 就是只是指的就是心的部分 那灵的部分呢 其实它指的我刚刚讲到是灵魂 那灵魂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灵魂呢 如果我们简单一点来说的话 它就是说 因为比如说 你这辈子来这个世界上 应该就是有你想要去体验 你想要去经验 你想要去做的事情 那我们也说是灵魂使命也好 或是灵魂蓝图也好 就是你的这一个部分的你 我们从本源 从高我 从法性 从任何个地方 就是你要用什么样的讲法都可以啦 有人讲说你从神性啊 anyway 都分化来这边之后 变成你这个人 好的 这个灵魂 再说你这个灵魂的时候 你设定好 你这个灵魂是要来体验什么 经验什么 经历什么 的这个东西 我们叫做灵魂的使命 或是灵魂蓝图 那所以呢 灵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提到这个部分 好 那身心灵指的到底是什么 身心灵指的其实就是说 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灵 还有你的灵魂 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互相关联 互相影响 我们看似好像表面上出现在 我们的肉体上 或是我们环境际遇的事情 好像 他就是 就是这样发生啊 就是客观的事实啊 好像就没有办法 跟我们的心 跟我们的灵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一般人会这样觉得 那其实在身心灵探讨 就是他其实是一整体的 那其实呢 这个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其实在很多古老的一些 不管医疗也好 或是经典也好 其实一直都是有这样子的概念跟想法 就是我一这样 也不是说概念想 应该都是有这样子的基础的观念跟概念 那是因为后来 一些文化上的变革 或是时代的改变 大西洋时代的经过来临之后 变成西方文化 跟西方的东西都变成显学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好 那我们再拉回来讨论 那所以那我们要简单讲 那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比如说简单来讲 你的身体呢 假设我刚刚讨论 就与我刚刚举的例子好了 比如说 假设你可能如果 通常呢 腿部比较不好的人 他活力也比较不够 那活力比较不够 你去探讨他的内在 有可能是他可能就是缺乏安全感 或是对生命没有热情 没有活力 就想说这个有关系吗 其实是有的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从肉体的部分来去推断 他这个人的个性 这个人的状态 还是他常常会感受到怎么样的东西 那其实就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层次上 已经开始在探讨这些事情了 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好 那其实就是心跟你的身之间的关系 那其实在那个中医里面就有讲说 你的身嘛 还有你的情质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 那比如说 七情啊 五质啊 这些东西 各有各自对应的 脏腑 然后或者是他对他的好 或不好的这个影响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一直有探讨 那更不用说到 大家如果有对生性有了解 可能都会提到脉轮 那脉轮里面又更直接的就跟你说 可能你哪一个脉轮不好 假设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你的低脉轮还是低轮不好 那你可能就是腿部没有力 可能活力也不足 气血循环也不好 那这个是肉体层面 可是在内在层面 表现出来 有可能就是安全感很不够 然后对生命 就像我跟你讲的 生命没有热情 没有活力 或者是就觉得好像活不太下去 或者觉得说 对于物质世界不太习惯 或是不接地等等的这些东西 这是比较内在的情绪 或是内在感受的部分 好 然后接下来呢 那甚至是潜意识的部分 因为你做了一些事情 你会感觉 对不对 那你感觉之后 你就有自己的反应 跟反应模式 跟你自己的经验 跟经历 那些经验 经历跟记忆 有时候是我们头脑记得住 或是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有时候是 我们知道了 我们经历过了 但是我们自己可能头脑忘记了 但是你的身体记得 你的潜意识记得 然后这样的东西 就会一再地形成 就变成一种模式 它这个模式呢 也是我们会把它归在 潜意识里面 就是你嘴巴说不要 身体很老实 说不要这样做 可是还是一直这样做 那这个就是造成 我们身边的人 会一直有重复的状况发生 不管是重复的 脉性疾病发生 或者是说 他重复遇到一样的事情 遇到的人生 基于都一样 就我刚刚讲的 身的部分 我就把它当成是物质层面的事情 一直会遇到一样的事情 不管一直被人家劈腿 一直被骗钱 拿钱一直赚不到 不然身体一直出状况 这些东西 其实呢 它都是 你的内在应该有东西 在反映给你知道 哦 你要注意一下哦 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 生病呢 或是有一些不顺遂的事情 其实它都是在提醒你 你内在是怎么了 或是其实它是 依照你内在期待的方式 来展现给你看 它只是你内心的投射 OK 好 那身跟心的部分 就大概是这样 好 那我们再讲身一点 叫灵哦 那什么叫灵 好 灵魂 我们刚刚有大概讲一下灵魂是什么 或大概讲一下灵魂 那我现在再讲一下 那 其实呢 你看我们刚刚有讲说 你做了什么 你做过什么事情 然后他可能就会 就会记得你做过 或是你身体记得 或是你潜意识记得 对不对 好 那如果假设呢 你这辈子 诶 死了 那照理说 潜意识应该没有了吧 对不对 那可是我们都会知道 诶 好像有的人他天生下来 个性就会比较怎样 都有一个习惯的反应模式 对不对 或是有一些 不太一样的行为举止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我们 其实大部分的人 我们东方国家 比较常接受 就是轮回投胎这件事情 带有前世记忆 好 那你要说是前世记忆也好 是什么也好 好 那前世记忆是跟着什么而来的呢 其实就是跟着灵魂 那呢 我都会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呢 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嘛 然后就做做做做做 好 我记得了这个模式 我记得了这些伤痛 我记得了这些东西 同样的 我的云端硬碟 大家都云端硬碟 就会同时备份 而且他是同步备份 你还不能不备份 他就是备份了 那云端硬碟就是什么 就是灵魂 所以你的灵魂都会清清楚楚的记得这一切 然后我们就说佛教讲阿赖耶氏 第八氏什么的 那因为其实都 他有在各地有不同的名词 好 然后等到呢 你这个肉体总是用用一定会坏嘛 对不对 坏了之后就像你手机换了 换了一个手机 然后换了新手机 做什么 云端硬碟 download下来什么都回来了 对不对 当然不会回来那么完全啦 因为你一定会趁机把一些东西清掉 但是其实基本上你会想要的东西 会常用的APP 大概都会留着 对不对 所以我就大概是这个概念 那所以呢灵魂疗愈的部分 然后呢 还有此外呢 你每一世来 其实本来都有设定 我这一世来要做什么 那有可能你带个之前的创伤 前世纪的创伤 或者是你来了之后 又守了新的创伤 却慢慢的忘记你的原厂设定是什么 就很像是说你来了之后 结果经历很多事情 就有那个 那个暂存记忆档越来越多 或是bug越来越多 或者中毒了等等之类的 就会变成说 你本来可以运行的很好 后来运行的不OK了 你根本就忘记 你本来的是四核心 八核心 还七核心 可能就只剩下一点点的能力 对不对 那其实有点像是这种概念 所以那灵魂在上面的疗愈呢 其实就是针对这个部分 好 那所以总而言之呢 刚刚说了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 那 简单来讲 我再为大家整理归纳一下 其实呢 就是说 生的部分 归纳为物质层面 现实层面 你的肉体 你的 你的疾病 你的健康状态 然后甚至说 你遇到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 你的人生际遇啊 不断遭遇的情节 这些东西 都可以归在身 或是物质面 然后心的部分 就是你的内在 你的情绪 你的感觉 你的认知 你的潜意识 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的的确确确确确确确实实 会影响你的身 对不对 比如说就好像刚刚讲的 你的心情好坏 你的频率高低 就会影响你的免疫力 好不好 然后你对什么事情的信念 就会造成 你是不是一直遭遇一样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 就是帅哥都很花心 那就会遇到很多 很花心的帅哥 那可能遇到不帅的 也很花心 那这个 我在书里面 也是举这样 就是例子 反正简单来说就是呢 你的内在对这件事情 或是对这个世界 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什么样的投射呢 他就会投射出来 就会显现在现实生活中 让你看见 好 那灵的部分呢 那灵的部分就是 你有没有在执行 你的灵魂使命这件事情 或者是你忘了 你的灵魂使命 或是你以为 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灵魂使命是什么 但是灵魂使命 是极其确确存在 不然你当初不会来这里 但是灵魂使命 不代表你要做 多高深 多与众不同 多什么 惊天害地的事情 不是不是不是 灵魂使命就是 只要做 你该做的事情就好了 那什么是你的灵魂使命 跟你该做的事情呢 我们有机会 再来好好的探讨 那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你会一直 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这件事情 会让你觉得很开心 很有价值感 简单来说是这样 然后当然有价值感 就不会没钱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有机会 再来好好探讨 好 然后所以身心灵 整个整体概念就是这样子 表示其实都是一体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他的身跟心好像没什么问题 可是他还是一直生病 或是他还是一直遇到这样的状况 那你可能就要去探讨 他的灵上面有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有什么事情 让他无法展现他自己 让他无法做他想做的事情 让他能够会继续有这样子的状况出现 如果身跟心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就可能就要探讨到这个部分了 那其实来说 其实呢 整体来讲 就是不是说一定得这样 因为也有很多的问题 他是纯粹只有 深的层面 他没有心的层面 比如说假设你今天只是减伤 稍微撞伤一下 那个就 那个就不用讲什么灵性层面 他只是不小心撞伤 但是如果你常常受伤 那这个我们就要来探讨 OK 好 所以是不太一样 所以不是什么事情都 都要归在身心 再归到其他的东西 是我们还是要直接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灵性课题 OK好 接下来那身心的部分讲 那我们来讲一下疗愈是什么 其实我们会常常会说 疗愈跟治疗 对不对 然后疗愈跟治疗 其实治疗我们会比较想到 疾病或是对于身的治疗 这部分 那当然这部分比较偏向 我们现代的医学 或是他们在着重的部分 那疗愈的部分 通常我们会比较感觉到 或是想到是什么 有关心嘛 内在的部分 对不对 那其实疗愈的部分 他相对来讲 就比较会去全面性的去看 比较重视的 反而是你的内在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比较重视说 因为你的内在导致的这些事情 当然肉体的事情的部分 我们就是 交给医生就要交给医生 但是如果是一些重复性的 新的问题的话 当然现在也有心理医生 然后但是身心疗愈的部分呢 他也是可以帮助你 去了解一些事情 可能在一些 对于这种疗愈工具的协助之下 你可以慢慢找回原来的状态 好 我刚刚已经把答案讲出来 其实疗愈是什么 疗愈 其实我跟治疗觉得有点像 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他疗愈其实在什么 他其实没有说什么很特别 就是回到你自己的状态 我简单来讲就是说 你应该身体一开始设计好 是可以运作的吧 不是设计了一个身体 让你不能运作 对吧 所以照理说应该是正常 他会去调节 就是设计这样 新的部分 所以应该是自由运作的部分 然后OK 然后新的部分应该就是平静 舒缓 自在 安定 等等的 你想得到这些 其实都算嘛 对不对 然后灵呢 就是我刚刚说 做你想做的事情 做你的灵魂 想让你去展现去 该做的事情 那这个 就是你的身心灵 获得疗愈的状态 或是我们的疗愈 希望带你到的一个状态 就是回到你的样子 回到你的本来面目 这样子 然后呢 对曹操来说呢 其实我更希望 大家能够到最后 能够去了解 甚至去了解 这一切是什么回事 因为当你还有疗愈的概念的时候 因为你可能也会有发现 或是曾经有接触过疗愈的朋友们 就是你可能会有发现 有的会遇到很多人 他可能疗愈了几十年 还在疗愈 他一直觉得 他有疗愈不完的东西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更概念性上的问题 或是更 少不少会说是 智慧层面的问题 当你 我常会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你 现在要一直疗愈 你再疗愈 疗愈到你小时候 小时候疗愈 疗愈完前世 前一世 疗愈完又聊聊前神世 前前前前世 前前前前前世 都后还没疗愈完 你就死了 那死了之后怎么办呢 又要再疗愈一个新的 是不是 那是不是 感觉就超麻烦 超麻烦的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有当你知道 这一切本质是什么 你才可以终止疗愈 然后疗愈呢 才会真正的协助 你达到那样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 草草一直希望 分享给大家的部分 好 那今天呢 大概简单的讲一下 身心灵疗愈 是什么这个部分 那希望让大家 能够有一个概念 然后呢 能够比较知道说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也让自己 能够清楚你的学习 或是你接触 这些的方向是什么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就先这样咯 感谢你的收听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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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